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或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1959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市的林来福 在台湾黑道历史上 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由于他生性残忍杀人辱骂 而被冠以了鬼剑仇的绰号 1986年11月8日 林来福在嘉义市持刀杀死了小贩陈永坤 第一次杀人让他性情突变 从此开启了疯狂杀人的模式 之后的一两年时间里 林来福四处跟人争抢地盘 稍有不顺就直接将人杀死 短短时间内 他已经背负了十几条人命 1988年林来福持枪将台中市某帮派老大陈景德击毙 同年11月枪杀潘汉崇 1989年林来福射杀仇家罗坤道等三人 并将某帮派大哥赖鸣用铁锤打死 至此林来福的疯狂远没有结束 他还在不断杀人 直到1990年11月16日下午 台湾警方终于将其抓获 这个只杀黑老大的林来福此时已结束了27条人命 他毫无疑问被判处了死刑 但临行前 他却向警方提出了一个要求 当时林来福的女朋友已经怀有身孕 为了给他和孩子一个名分 林来福要求先跟女友完婚后再负死刑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香港警方答应了他的请求 1991年7月25日 林来福在台中被执行死刑 这个给台湾治安时带来了血雨腥风的人物 终于也为他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中国古代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群体 他们虽为丫鬟身份却不低 他们的房间与主人相通 罪以窥见归房之乐 他们不仅是少爷的启蒙老师 还是女主人的替代者 感兴趣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订阅